38岁张博之与谢霆锋育友二儿子Lukas和Quintus,两人离婚后,他虽偶尔传出绯闻,可是未公开承认任何一段感情。 香港,苹果日报,爆料传他在25日于香港养和医院生下第三胎,但爸爸是谁却一无所知,致电他的经纪人Emily,后者紧回复,没有什么要说哦,sorry,拜拜。 后来,谢霆锋则透过经纪人说没有回应,他今日到奸杀局出席庆宫宴,被问到此事没有变脸,反而礼貌回答,不答啦。 随后向在场记者及粉丝挥手后便进入庆宫宴现场,而谢霆锋的父亲谢贤接受,苹果,电话访问时指,哈哈,生了宝宝。 我好久没有见他了,哪里知道他有没有怀孕,你,记者,不要问我啦,帮我祝福他OK。 之后就匆匆挂掉电话。 港媒今日下午也拍到张博之妈妈出现在医院,她看到媒体不像以往大方让拍照,而视野面快闪,被问到是不是探望女儿,她解释说只是看病。 对张博之被爆生第三胎,好友小S则表示完全没有听说,两人最近也没联络。 香港,苹果,在今日下午二十多,直及张博之妈妈从养和医院离开,博之妈当时手上拿着一张纸,看到记者上前拍照拿纸掩面,加快脚步快闪,被问到最近有没有见张博之。 她停顿一回未出生,之后只答谢谢,谢谢匆匆离去。 张博之的社交媒体最近都未更新,还把以前的发文全部删掉,今年五月参演的《如果,爱,也没出席宣传活动》,看来神隐的动机为妙,住在与张博之同区的居民表示, 七、八个月前还经常看到她,最近却不见踪影,但有不少人在养和医院见过她。 张博之今年二月就曾在IG上传报着小女孩的照片,写下2018年之前,必定要生出BB来,This is my goal,这是我的目标,似乎很想为11岁的Lukas和8岁的Quintus天格妹妹或弟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